菜色丰富 营养满分 新店禁司堂第二次举办照顾户发放 过去受限于场地 慈祭台北分会的发放 只有一整还一减 现在更能照顾到大家的胃 贴心地帮照顾户夹菜 像家人般闲话家常 现在能自己吃饭的王先生 因为脑部中风 曾经是连提筷子都没力气 我们要帮他如何提升他的生活能力 而不是帮他到他自己的能力 完全是上市掉 其实他的生活自主之后 尚来少担心的是一个家庭的 既性不好 依赖心又强 是志工一步一步 耐心教他自理生活 如今他在家里投入竹筒 最大心愿是也能助人 加油 加油 你以为我做师兄 做师兄会怎么样 会帮着 我教很多年 伸手俐落地帮照顾户剪法的 是第一次来新店益剪的蔡丽美 即使有的人说 你继续那么好 为什么不要赚钱 我不要 我剪头好像很高兴 比赚钱还高兴 从前在板桥益剪的她 自从搬到新店后 就主动去敬司堂打扫 进而加入新店益剪行列 就这样很舒服 祝人最乐 使比寿更有福 大约新闻真善美志工 胡淑慧 吕佩玲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